中秋佳节将近,龙潭分局结合龙潭和谐发展后援会,以及桃园市政府社会局龙潭家庭服务中心等人,针对辖区及需援助弱势家庭,寄住米油,钱粮等民生物资,领颁赠每户慰问金2000元,好让他们能好好欢度这个节情,感受到社会处处有关爱,怀抱温暖来度过中秋佳节。 若是家庭关怀34户中,75岁秋姓女李民,丈夫年迈多病在家休养,儿子多年前车祸行动不变,平时家中整户经济来源,仅倚靠秋姓老妇一人,减食资源回收微博收入。 秋富家原本就生活困顿,加上自身年迈,身体状况欠佳,大多倚靠社区左邻右社资助为生,辖区中心竟派出所同人,特别商请龙潭和谐发展后援会会长陈峰阳,李市长陈建许及会员们协助关心照顾,平时就经常前往关怀及分送民生物资, 令特于秋节送爱心活动,再次发送物资送暖,龙展会会长陈峰阳表示,龙潭景分局警员队长住辖内的民众,就像老邻居,哪里有需要帮助的人,都记在心里,秋节将借需要关怀的老邻居,暖景送爱心从不落人后,龙潭和谐发展后援会成员们,长期寄住辖内生活困苦,孤苦无一, 中低收入户刻不容缓,希望几总爱心活动让乡亲们,社会贤打能康慨借囊,记住这些困苦家庭,秋节将到来,桃园龙潭景分局协同龙潭和谐发展后援会,到辖内慰问贫困弱势家庭,图龙潭景分局提供,分享,秋节将到来,桃园龙潭景分局协同龙潭和谐发展后援会, 到辖内慰问贫困弱势家庭,图龙潭景分局提供,分享, 分享, 感谢观看